上班族在冷气房里埋头苦干 中午放饭时间走出户外又好热 这样平凡进进出出小心得到热感冒 但热感冒到底跟一般感冒有何不同 其实热感冒它是一个俗称 基本上就是天气太热 然后身体不舒服 然后产生类似感冒的症状 常见的状况就是我们待在冷气房太久 然后突然到外面 那温差可能十度甚至十几度 那身体本来应该要毛孔要打开 要排热要流汗 但是因为身体的体力不够好 免疫系统或是心血管循环不够好 然后造成适应不够好 所以这时候没有办法把毛孔打开 然后排汗 没有办法把热排出去 那身体就会开始产生很多不舒服 比如说头痛头晕全身酸痛疲倦 甚至有的人会觉得喉咙痛 然后有痰咳嗽 建议就是大家在夏天越热的时候 第一个饮食上要注意 就不要吃太多生冷的东西 或者不要冰饮 就是一下子喝太多 因为喝越多对于我们身体 要把正常运作要排热 这个机能会更不好 那在西医的讲法虽然讲说 我们一般讲说西医讲说感冒 就是一种病毒感染才会造成感冒 但是呢 其实西医也不会说排斥说 讲说是冷热变化就会发生这个感冒 因为为什么呢 虽然感冒要有病毒感染 可是呢 如果你的免疫力比较差的时候呢 你就比较容易发生感染嘛 中西医说法略有不同 但是在炎炎夏日拼命吹冷气 灌冰水确实要小心 还有某些特定族群进出冷气房 真的要特别注意 温差可能让心脏血管受不了 我们突然从一个热的地方 到一个冷的地方 血管会收缩 那这种状况对于一些 可能有心血管疾病啊 或者是一些慢性病 比如像高血压糖尿病这种的病人 其实他们相对来讲 是比较易感受的族群啊 那所以他们可能比较容易 在这样的温差变化下 有一些症状的产生 或是对心脏造成一些负担 水分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就是如果我们体液有一些不足的话 就会更容易产生一些 刚刚所提到的症状 那喝水本身也会有帮助 我们身体做降温的动作 别小看温差对身体造成的影响 补充水分外 运动再搭配均衡饮食 提升免疫力 把身体顾好才是根本之道